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向右 向下 不过这里的话 不需要考虑到锁定问题 因为 它这个锁定部分的话呢 不需要去 去care到 特别注意 这边还有一个底下格式 不过它这个地方 题目里面是用那个 所以你把那个格式给清除掉 所以这边的话 像你就把这个地方 格式给 这个地方 把 那个清除的地方 清除格式好了 把格式清掉 那自己再填一个颜色好了 框线的话自己再填一个框线 也许你就再填一个那个 红色的框线好了 然后 内框外框按确定 好 类似像这样子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样 然后 再来 这个没讲过吗 没有 类似的吧 Carlin跟Royle 对 只是说我没有没有讲这个 这个怎么 实际上他的观念是一样的 OK Carlin跟Royle有讲过 但是这个没讲过 OK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将来如果说你要产生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表格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就是说 那我们要思考几个问题 一到四十二是 我们需要的日期的一个 一个 样式 样式 可是我第二个需要一个下拉清单 帮我把这个清单给放过来 那这边当然 各位已经有 这边也有做好了 所以请你把这个给 清除掉 资料里面的资料 验证 基本上 都是从资料验证出来的 所以如果将来你需要一个下拉清单的话 这个我想前面应该有 讲过这个资料 下拉清单 那我是从资料验证里面 去取的一个清 清单 清单来源的话 是从哪里呢 从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范围 不过我建议各位不要把那个 就是你的清单的资料 放到旁边 因为这感觉怪怪的 所以通常是 请你把它修改一下 请你把这个地方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这个年 跟月的部分 干脆把它剪下 剪下来之后的话 把它放在这边 A2 贴上 这边改成年好了 因为将来我们可以用那个 我比较建议就是用那个 用那个什么 名称 定义一下 那名称定义的话 通常是 先在上面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那个 这个名称 然后底下 用那个 把这个改一下 这边的话 输入你 然后旁边的话输入月 然后 再建一个名称 定义一下 定义名称的话 我想前面做过 这个地方 这边可以 定义一下 然后公式里面 从选举范围 顶端列 确定 那这边就会建一个年 年的话指向这一个 再来呢 用月的部分 一样 从选举范围 从选举范围建议